然后我们再说说顶替的件事 从这个狗精顶替 前面还有两个孩子 你看这么快我就把他们名字忘了 中国人是最大的本事就是忘 什么事就是十天半个月就忘了 哪怕是杀人放火的时候 只要杀的不是你们家的人 不是你们家亲人 这个受苦受难的不是你们家的亲人 随随随随随就可以把他忘掉 喝顿啤酒就可以把他忘掉 这是中国人最大的本事 我写这篇小文章 是开了个玩笑 是当年我考那个中央五期 艺术大学音乐学校 本来说要录取了 后来后来给了一个不录取的通知书 我说这个我记得我妈自言自语的说 肯定是被人顶替了 当时也没人去查 那当时想不到会有人顶替 我妈还是斗争经验比较丰富的 这次一看 哇 这么多啊 光山东就两百多个 而且我今天看了看他们 因为他处理了一个学校 就是 贯县的那个学校 贯县就是以前武训 就是办医学的那个地方 真可怜 这么多年 这还是办不好这个学校 这个 我看看他那个就是造假的这个程序 太简单了 真的 就是如果这样就能造假 就是说就可以顶替一个人去上大学上班 那这个成本太低了 简直啊 而且那个级别低到几乎什么科技 这个最多处级就可以把这事搞定 啊 这个真是要命 现在这个网络了啊 就是我们现在在北京 在哪上过厕所 这个 这个大书局都能纷纷的把我们锁定 是不是这个事能好一点 以后顶替就就不会有那么严重了 那么在这些这个高科技出来之前啊 那各行各业都有这个被顶替的 这是肯定 凭直觉啊 我觉得哪个行业被顶替的最多 法院 真的 就如果你在这个国内打过官司啊 你会发现那个那些法官啊 绝大部分都像是顶替上来的 真的 因为他们没有法律的基本知识 那前两天 这不有个检察官说 说我们收受这个贿赂哈 但是不帮你办事 就说明我们守住了法律的底线 这一看就是脑残 对不对 他怎么能 像这种脑残 他怎么能考上这个 这个法律的这个学校呢 能考上法律的学院 法律的大学呢 对不对 这一定是顶替上去的 你就从他们的那个法人法语 你就能看出来 这绝大部分都是顶替上去的 我们经常看到这东西啊 哭笑不得 我有一个同学上的就是这个 法律的学校 大学 有一天我在跟他谈这个 程序正义这件事 然后他就说 那我们可以这样再延长三个月 我说好 那三个月以后呢 三个月以后 他说那我们可以通过这个 再延长三个月 那三个月以后呢 那三个月以后 我们可以通过那个 再再延长三个月 我说你们上学学的就是这个 你知道他怎么回答的吗 他说 这还是正义八百考进去的呢 所以你说顶替上来的那个多可怕 这个中国反正现在也不强调依法治国 所以差不多反正穿上了个衣服 在那直手画脚的就就就去就去判 你就行了 你看他们最爱训人 最爱抓人 这是他们特审常的事 要真是哪天说国家想起了 说依法治国 我觉得这个首先 得把这个学法律的人都是顶替的 绝大部分都是顶替的 先把这个事解决了 要不然依法治国帮不到 让我们为国家的前途祈祷 这段时间的做法律让我们这些